好 天气非常炎热进入了徐马疹的浩发季节 那么皮肤是越抓越痒让人难以忍受 不仅会影响睡眠还会心浮气躁 那么花莲医院的中医师就教导民众要减轻症状 除了建立良好生活习惯以及饮食习惯 也能够多加的按摩手部膝盖上的两个穴位 台湾地处牙热带海岛型气候 进入七八月潮湿闷热的天气也是徐马疹的耗发季节 皮肤骚痒还越抓越严重 不仅影响睡眠还让人心浮气躁 但其实腰想减轻症状 除了建立良好的生活作息及饮食习惯 也能透过中医的血位按摩 我们要处理一下徐马疹 尤其是正在发作的时候 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刚才有提到 可以用那个湿毛筋肤 但这个时候我们也有几个穴道可以按 第一个是驱慈穴 就是在我们的手上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把手肘弯曲 这个横稳的末端 会有一个压下去 其实有一个明显的凹陷 然后压下去会有一点痠痛 有吗?有痠吗? 那我觉得这个穴道它在正在痒的时候去按摩它 它可以有一点点止痒的效果 那平常就算是保养 你觉得我需要一点点就是提前的还没有发作的时候 我要保养的时候按摩也有效果 那我们平常治疗的时候也是会砸这样的穴道 这是第一个是驱慈穴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斜海穴 用这只脚也可以 那通常是我们面对面去抓的时候 握住它的膝盖的时候 这个最凸起的这个点 它范围其实是蛮大的 这个是斜海穴 那它可以清斜热 那这两个穴道都是压了就还蛮有感觉 除了对付血麻疹 中医师梁志怀也表示 民众如果有感冒头痛等问题 也能按压取穴穴得到帮助 至于女生如果有生理期的问题 则是能按压血海穴 建议民众可以以30秒为一个单位 做3到5次的按摩 记者徐立琴 华联系报导